最近超级英雄们有点方 之前就说过没坏人消灭 他们就是坏人 所以政府想方设法要控制他们 美帝不仅掌握核心科技 还掌握着核心价值观 你超人一打起架来 地球都跟着心惊难战 这怎么行 你把地球人民放在什么位置 你当我们是虫子吗 DC眼看自己旗下英雄 就要被道德绑架了 于是赶紧让旗下另一个英雄蝙蝠侠 教训他一下一泻民愤 为了让这两个英雄能打起来 DC也是不错 冒着药丸的风险 把蝙蝠侠的智商 拉到了常人水平以下 通过制造一些无脑陷害 让蝙蝠侠得出一个结论 我怕超人以后要学坏 所以我要先弄死他 这个逻辑真是让人无法反驳 而为了让超人迎战 DC让他的技能十有十无 不然怎么超人女朋友刚被推下楼 他就立马出现接住了 各种爆炸中女朋友在水里敲键石板 他也可以立马听到跑去救他 而当他脑妈被绑架 他却全然不知 还被人胁迫去钢蝙蝠侠 为了让战斗更戏剧化一点 DC还借鉴了我们爱情片的套路 超人找到蝙蝠侠说 你听我解释 蝙蝠侠说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然后两个D招杯的男人 就开始互相推倒了 幸亏最后来了个F招杯的神奇女侠 两个妈把这才不好意思的 粘手起来去打逆祥巨人 只是蝙蝠侠看着超人和神奇女侠 瞄天瞄地 瞄宇宙的作战风格 完全插不进嘴 而不插不上手 在一旁也是尴尬的不行 整完整年整复年 同样的原因 联合国觉得复年拯救世界时 经常伤及无辜 于是搞了个英雄法案 让他们以后必须得到 联合国相关部门的允许 才能行动 不能随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打架也要按照基本法 这事美国队长不干了 他说想当年我在外面干仗时 你联合国还没出声呢 现在要来管我 没门 联合国觉得不可能因为你胸大 说什么都是对的 于是准备采取强硬手段 漫威这边一看 不给联合国一个台阶下 肯定是不行了 于是也让他们打了一场内战 副年这边战斗风格 不像镇年那样 回天灭地 这边打架想的是一个 说学奏唱 当小蜘蛛看到 没对着盾牌扔出去 还可以再飞回来时 就差没说一句 我的天哪 太神奇了 当然主要还是因为 浩克和雷神没参加 不然花风就不是这样了 DC那边 超人和蝙蝠下 干起来是因为妈 于是漫威这边 就失利坑了回吧 反派的霸在复仇着联盟一次拯救世界的战斗中 被意外炸死 为了报仇 他杀了黑豹的霸 并栽赃东兵干的 等钢铁下找到东兵时 才发现原来自己老霸 当年就是被东兵杀死的 就在钢铁下要报仇时 美队挡在了前面 说要杀我老婆 不 要杀我兄弟就先杀我吧 两边内斗都完了 就开始互殴了 比如超人大战雷神 但这种互殴有个问题 就是两边都不可能认输 所以结局也就没什么悬念 但为了让年卧国放心 有敌人要上 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上 创造不出敌人 那就去各个时空找敌人上 像关公战琴琼 胡萝华 大战变形金刚 加勒比海盗 大战海贼王 都属于这类经典的对决 好 接下来就来观看几场精彩的 八根子打不着的战斗 首先第一场 美国队长大战 战场之神 美队本来是澳战时 一个瘦弱的士兵 在军队属于天天晚上 要帮战友减飞灶的那种人 后来因为参加了超级士兵计划 变成了一个胸大有脑的男人 战场之神 同样是经过一系列 基因强化的斯巴达战士 身穿重心装甲 就是一辆新走的坦克 我们看到 他们把战场选择了荒郊野外 这也是打野战最合适的地方 哎 斯巴达手里出现个美女 原来这位伟大的 战场之神的女朋友 也是左手啊 这狗娘吃起来就平衡多了 这边美队 好像还在飞机上思考人生 好 准备行动 哎 队长怎么就直接跳下了飞机 大哥你做错片场了吧 你是去战斗的 不是去参见荒野求生的 啊 妈的 吹妈了 好战斗开始 斯巴达现实一阵扫射 队长用盾牌挡挡挡 远人进入真人野地CS模式 队长 你这盾牌平时也不习习吗 是不是刚炒完菜啊 战斗继续 队长一直在防守 来到阎势下 终于找到机会反攻 看队长逃出什么 一把手枪 竟然是手枪 是不是QB不够没钱买装备啊 两位超级英雄对战 就这样 你射我一枪 我射你一枪 这样现实主义画风 还真是很少见的 手枪子弹打完了 只见队长掏出个手雷 为了帝国事业 向我开炮 只见斯巴达迅速结印 造出个结界 绑住了手雷 同时扔出了引爆服 炸飞了队长 接下来是不是卡通 好火球之术 啊没有 斯巴达紧追不舍 敲击弹雨中 队长振臂一甩 扔出了盾牌 咔 卡在了树上 没有挣脱物理归队 飞回来 俩人开始徒手肉包 队长趁机拔出盾牌 斯巴达双手暴击 盾牌坚挺的抗住了 这一万点伤害 斯巴达掏出手枪射击 又顺手扔了个引爆服 队长眼击手快 一下砸了出去 飞奔捡取盾牌 一把枪扇过去 举牌起跳 Oh shit 花风突然变成了权力的游戏 真是猝不及防啊 好了 本局美国队长获胜 第二局 蝙蝠侠对战 阿拉金天行者 老爷开个战戒 来到死心前面 他这次的任务 是要救超人 首先老爷展示了下 他的高科技 不过在星球大战的年代 老爷这东西 应该算不上高科技了吧 顶多就是个家用电器吧 眼卫主角见面 这场面如此的尴尬 因为他们撞山了 老爷扔了两个蛋 天行者一伸手 把两个蛋捏碎 还吸来了他的武器 老爷按了下按钮 他的原力就消失了 天行者拿出了一把电棒 老爷说救你有电棒 然后一挥披风 也掏出来一把 人人举着电棒 开始抗砍 砍了一挥后 天行者原力又恢复了 来了个隔空打牛 把老爷扔了出去 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我们看到老爷 又开着他的战舰 飞上来了 他朝着天行者 射出来的没导弹 天行者被炸开了花 他露了 施展了徒手撕鬼子 哦不 徒手撕战舰的技能 然后把蝙蝠侠取在空中 说道 我是你爸爸 这一局天行者圣 诶等等 好吧 没想到老爷爷 开挂 请外援 第三局 电行真刚对战 钢铁侠 钢铁侠像往常一样 在空中巡逻 突然发现一辆 大卡特超速 赶紧下去难度 停下来后 发现里面没有司机 是一辆无人驾驶卡特 突然大铁侠动起来 变成了一柱青天 这家钢铁侠 站在青天柱裤装底下 有点不知所措 他看起来 顶多就是青天柱身上的 一个小螺丝 虽然都是钢铁 但却很不同 青天柱是有机生命体 来到地球后 扫描到了汽车 所以才变成汽车的样子 像当初 他们第一次来地球 那是地球上啥都没有 他们扫描了动物 已是变成了猛兽侠 那是领头的青天柱 名字还叫黑猩猩队长 钢铁侠跟他说 你超速 无照驾驶 还无人驾驶 这在地球上 是要扣12分拘留一周的 然后眼前这个大块头 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 钢铁侠一个火箭弹射过去 青天柱啥事没有 然后一炮就把钢铁侠炸飞了 青天柱抓住钢铁侠 就像猎一个玩具一样 把它按在地上 钢铁侠胸口一到激光闪过 真多了 钢铁侠调动了 他的反靠客装甲 这下俩人终于在一个量级上了 就没了 然后被扔进了工厂炸飞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钢铁侠 吊动了太空中的卫星 展开了鱼烟撑打击 没想到青天柱随便 扫描下旁边的铁皮 又长出对翅膀 随即飞到了太空中 鼓手撕了卫星 KO 这一局青天柱吊打钢铁侠 第四局超人对战孙悟空 这场对战的起因是这样的 超人一边在空中飞 一边横着小曲 顺手还举起了一架要坠毁的飞机 孙悟空在家看着直播 心想 逼都让你一个人装了 这怎么行 于是踏着七彩翔云就去取超人 而不就去揍超人去了 孙悟空出了个技能 被超人一拳打飞 然后孙悟空使出了天罡七十二斩 超人回击 无敌新兴群 把孙悟空脸都打中了 孙悟空吃了个豆子 瞬间回血 他说你是超人 我是超级赛亚人 名字比你长 凭啥逼都让你一个人装了 然后开始吊打超人 紧接着放出大招 龟派气功 超人拔起根路段柱 砸在了孙悟空头上 孙悟空怒到就你有棒子吗 然后掏出金箍棒 一阵乱揍 超人没想到这个棒子 还可以变大 赶紧掏 结果孙悟空一个瞬间转移 倒在了他前面 给了他当头一棒 超人飞到太空 孙悟空紧追不舍 然后两人开始对射光波 结果 银河系外的规定者看到后 耸了耸间说 这次这个锅我可不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